HELLO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條盾對上匈奴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松松對上這位應該是越南的玩家 那我對這位玩家不熟 那我們是來看松松怎麼打這場比賽吧 那這場比賽是 帝國對決的一場比賽 一開始的話會有兵工場跟軍營 然後一開始就是封建實在 再來這張地圖是上坡 那這張圖蠻特別的 它中間是一個大峽谷的概念 那這個峽谷是凸出來的 然後有幾隻天空熊在這裡 很可愛的那種 除了天空熊以外呢 中間有路群 所以有些玩家也會選蒙谷 來玩這張圖 然後去吃中間大量的路 那這個路可以一直吃一爽 而且不只是中間喔 旁邊也是 所以在於這張圖來說 你基本上只要拉四村 一直去蓋模仿 然後到處吃到處吃 喔不用四村三村也可以 就左邊一對喔 左邊三人一對 然後右邊三人一對 然後這樣子從邊邊吃到底 然後把這個路全部吃完 然後吃到中間的時候 差不多以城堡時代了嘛 然後就可以蓋那個城堡在中間 剛好去壓制這個搞地 有我有看過這個打法 蠻特別的 而且意外的很強 蒙古這張圖 好那我們這一場 就不如做文明的解析了 我們片中再稍微提到一下就好 好那一開始送送造了一些 長槍兵跟小弓 出來又來開始騷擾 那這邊騷擾看起來是OK的 但是對手也有拉兩隻小弓 去了 送送家裡 那這邊長槍兵送掉一隻之後 還得繼續進攻 好那這個收得掉嗎 這隻殘血村民 哎呀這裡死路 哎呀簡易村 哇送送已經拿到兩村啦 好送送現在兩村擊殺 好那這裡有兩隻小弓走進來 那村民直接拿拳套開打 開扁開扁 好那正面的部隊 已經被對手打了回來 送送村民死了一村 這是沒有織布的意思嗎 有有織布 哇有織布 還被對手的弓手給繡爆啊 看來對手也不是泛泛之輩喔 兩隻小弓要殺一村也是蠻不容易的 而且要在那邊一直拉打拉打 然後射同一隻 那個滑鼠要點得很精準 才點到同一隻村民 然後這邊上高地址一個高打第一 然後再點掉送送的一隻小弓 哇全套村民直接開片 但是這邊順利的拖到了 送送的一個村民採集時間的一個 差距 哎呀又被點掉了 哇對手這個控弓兵也是控的蠻溜的 好下面這一波小部隊也是被全面接面 那送送開始有點劣勢了 那這邊送送本來是想要直接速城堡 沒有再繼續出兵了 連戰謀都不想按 大家看到這個局面沒辦法 右邊送光 家裡這兩隻小弓也就是解不了 好於是點下了一級工兵防禦 呃 因為他沒有一級射啊 難怪會覺得打得有點痛苦 難怪他工兵一直打輸 我都不懂 奇怪怎麼好像有點弱 原來是沒有一級射的關係 好那當然送送在家裡 上面這邊補了一個箭塔 可以來防守這裡的金礦去 好那送送被迫點下了 工兵一級防禦 然後這邊拖到了一點上層的時間 但問題不大 這邊還是比較早 比對手點下這個傳寶時代 呃由於匈奴對手是不用蓋防禦的 呃他田撒的比較多一點 呃他算有點一級木 呃不是一級木 一級木跟一級工 跟那個工兵護甲 但也不至於讓他導致肉很少 然後沒辦法上 你看這邊農田數量很明顯 就差日蠻大 呃明明這個條盾是農田很便宜的文明 但是農田樹卻比兇人少 啊就有這個問題在 好那這邊是條盾優先點下了 城堡時代 好兩邊都來秀戰毛 好但是這邊送這種戰毛秀的比較慘一點 單位損失的特別快 好但是自己的赤猴會來救一下 好赤猴直接來無雙 好一直赤猴就可以搞定這些戰毛了 基本上這些戰毛可以直接撤退了 好正面右邊還是有兵在做燒了 好這邊也有肉馬在砍 好像戰毛互打 但是對手出了兩隻肉馬 打這個戰毛非常非常的效果 好這邊肉馬只差一滴 收掉OK 那兩邊的肉馬也都在互打 那看起來鬆鬆這邊有點反打回去了 好這邊戰毛再秀一下對方小弓 對方拉了更多小弓過來 來做反擊了嗎 OK小弓過來直接集火 射掉對方的 對方射掉送送的肉馬 好那家裡開出了一個TC 要來守護這個風況 這個風況但是有點難守 對手的肉馬還在 算是很危險 好那這裡有大概約四隻的弓兵 那加上一隻戰毛 那大概用這些戰毛就守住了 但可能要不要點下一弓會比較好 這五點一共的話還是有點難打一點的喔 因為這個射程太短了 好但是送送決定走個經濟流 走一個二級木 然後再加上輪走的一個開局 好那這邊匈奴上城堡的開局是 先點下了奴兵跟二級射 經濟先稍微緩一緩 好這邊沒有那麼早點下他的二級木 好沒有二級木 喔有點啦一講我們就點下二級木 好但是這邊強軍士的打法非常的好 剛好抓到剛剛我說的這個地方 那些戰毛確實也守不住 奴兵的升級直接倒地 然後這邊死了 哇五村 好慘 欸沒有14村才對喔 好 那這邊橋盾轉出了一些騎士 要來防守對方的攻兵跟戰 再來看一下匈奴家裡 匈奴家裡轉出了蠻多的馬弓了 一直在點 TC沒有先開 TC開這個位置後面一點 好那匈奴的話通常都是會開這個馬弓出來 那TC都不會太早開 好但是條陣這邊一上層之後就開3TC 然後出騎士 並沒有先把騎士拿來防守家裡這堵奴兵喔 這個奴兵可能只想用家裡奴炮來防守 那騎士想用直接出去騷擾 但是騎士一出去金礦軍騷擾 就被這個匈奴的馬弓抓了個陣子喔 唉呀 但是條盾的騎士是蠻怕這個馬弓的 因為他的護甲是只有近防額外增加 並沒有增加遠防 而且條盾的騎士是並沒有跑速的一個 遊俠文明 他是跑得非常慢 但是近戰防禦非常硬的 就跟限時的條盾騎士團那種概念是差不多的 好 這邊馬弓打了一個洞進來 但是看到裡面有奴炮 這裡要選擇撤退嗎 有奴炮的話 這邊就不好騷擾了 但是這裡有一隻騎士喔 也是想要打奴炮 但是已經看到奴炮往後撤了 並沒有讓騎士往裡面深追 好 那條盾的話已經把自己的騎兵拉到前線了 想來做騷擾 右邊的話也有一隻騎士 想來左右開攻一下 好 當然這邊TC依舊有點麻煩 因為 肉馬 不是肉馬 這個騎士是沒法擋這個箭矢傷害的 我們會把自己的兵拉走 這個騎士又撞掉了 欸 他這波攻是有點尷尬 好 再來正面奴炮直接開桶 但是這個騎士的傷害很高 打這個奴炮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奴炮也不甘失落 直接進行了回擊 打掉了一隻肉馬 不是肉馬 馬蜂啊 通常講錯 就一直看小地圖 一心適用就會有這樣子 一直在看小地圖 關注一下他們到底在幹嘛 但是這邊送送的騎士 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打擊 連一村都沒殺掉 三隻騎士都送光了 然後反而是對手馬弓 依舊在送送家裡做一個 強攻動作 但是奴炮這裡串燒效果非常好 哇把這裡大量的馬弓都射到殘血 那左邊這兩台奴炮也是做著槍裝做的事情 這裡的馬弓也是殘到一個不行 但是 果樹的聰明 哎呀我的天 哎呀好險拉得快啊 這個還沒有彈道血啊 彈道血才剛點啊 射得很歪啊 OK 那送送又在一些野精地方開下的TC 神不知鬼誤覺的開下來這個野精的TC 恩 真是想八道 好 那這邊馬弓 繼續再輸出 但是這邊只有一隻奴炮 像我非常慘拉穿魚蓋來說是來不及了 好 那這邊奴炮 再盾多一點再出去會比較好 好更多的馬弓 要來到了送送家裡 想來繼續燒了 好那兩邊剛剛有暫停一下 那這邊對手 匈奴說出25Lag 暫停一下 這個遺跡 在回家之前算被擊落啦 好這邊招翔對騎士 一隻騎士被招翔之後 就沒有人可以抵抗對手的這個奴炮了 所以匈奴決定要先撤一波 好抓另外的地方 好這邊又順利撤掉一村 目前村民宿還是送送禮籤 即使自己被抓掉了約七村左右 唉唷 這邊想要出來開眼睛 但是被馬弓抓包 哇這會很受傷喔 哇趕快跑趕快跑 但是集火並沒有要收掉一村 剛好這個血量有點尷尬 剛好剩下4滴血 應該沒意外的話 會留個一兩村跑回家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馬弓的速度是沒有那麼快的 雖然跑得快 但是你這邊停下來 你停下來什麼意思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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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應該這一隻也是沒了 唉唷 走進去了 剩下一滴血走進去了 好但是後面奴炮過來做事喔 效果非常好 應該是可以收掉一隻奴炮 唉唷 我再射一下嗎一滴血 好算了算了算 他們可能真的很麻 因為家裡要一直產兵 然後TC要蓋村民要生產 農田要低地灑 好 並沒有在前線花太多心力去做這個 控兵的動作 細節動作是沒有控好的 好 那這邊 繼續出來挖 挖這個石頭 這邊挖石頭 應該是要來蓋城堡跟劍塔 來用個 條盾塔推 那條盾塔推有什麼特別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建築物裡面喔 可以塞很多的這個 單位在裡面 是兩倍單位的樣子 像一般的塔裡面只能放五個單位 但是這邊投入不放十個 唉唷 對手直接一個強光 這什麼意思 唉唷 這個奴炮直接硬推 但是對手騎士蠻大量的 四隻騎士直接收攻對手奴炮 哇這個奴炮非常的脆弱 好那這邊硬推成功這一波之後 雖然收了很多村了 你看這部村民直接在裡面 直接塞了九村在裡面 所以導致自己的村民 並沒有損失非常巨量 不然剛剛那一波的話 應該會多十五村 因為五個村民沒辦法逃 好正面的話 送送由於太偷了 一點被對手制裁 村民數已經到了107村 還是領先對手約十五村左右 但是自己家裡的兵並沒有太多 想用一個 料望塔來防守 但是只有點下一攻 而且這個 大學也沒有點這個防禦箭塔 這個料望塔還是相當脆弱 喔 被我一嘴就開始點這個防禦箭塔 OK 對啊 你既然要這樣子打的話 防禦箭塔還是該點的嗎 不然這樣子 電塔擺給 裡面的聰明也是塞尾娜娜 唉唷 直接出來 全速倒地 防禦箭塔 橫歸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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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話 送送選擇點下來防禦箭塔 然後沒有點下二級 射 也沒有電到雪 應該有家裡補下第二根的 釣望塔 橫歸橫 橫歸橫 而且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T&C的 對手是往左邊看一下的話 是能抓包的 好這邊 招翔一下 找一隻純米耶爽 找到了 好那正面的話 由於有箭塔的關係 正面應該是不會大開戰 然後這邊有大量的僧侶來招翔 然後直接招個三騎 應該是沒問題 三隻騎士 瞬間被招走 那其餘的騎士看到情況不對 趕快來砍森鱗 但是森鱗一隻都沒死啦 哎呀 三隻森鱗都活下來了 那這個森鱗是又點下這個 那個那個杯杯的喔 我都叫他杯杯 金杯 金杯的效果的話是增加15滴血森鱗的能力喔 剛好剩15滴血 那這個金杯就留下值 好 那這邊馬攻速量非常大量 三十七隻的馬攻 那匈奴到地龍時代的話 馬攻的折數是到八折喔 八折馬攻就會非常省 好 但是對手這邊一個前置寶鴉 然後挖送送的石頭 但是這邊地龍時代是送送比較穩上喔 哇 這邊大量騎士被馬攻抓了個戰爪 哇 可能會送光 哎 還好拉得快 但是這邊馬攻量還是很大 來打這邊的村民非常舒服 好 大 也不剩大量喔 三隻的奴砲過來想用反擊 但應該效果不太好 哇 送送有點慘 已經被殺了三十村啦 但他村民還是領先啦 這是幾TC啊 我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TC 對手是TC 那這裡也是蠻神奇的 會殺了三十村還可以這麼濃 好 那這邊村民 偷偷 繼續深入 要來挖金碰啊 也是要來偷偷搞 好 這裡有城堡防守 效果還不錯 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不能說算非常好也不能說非常爛 但是沒有辦法 如果是我會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但是這邊有防止擋住了 不過這樣吉祥想也好 這個位置的話可以守到牧區 農田都可以 那正面的話一出來 可能會跟對方巨頭直接開丟 然後巨頭還沒有慘 兩邊 因為送送還沒地龍石 他還不能慘 對手是優先點下了化學 手推車跟三級射 巨頭比較晚出一點 好 馬公大量在附近巡邏 看有沒有打到一個野村 的一個機會 欸 但是這邊 偷偷進去 看到對手蓋TC又回來了嗎 不得不說 送送的防禦 真的是很偷啊 用劍塔跟城堡防守 然後全力生產村民 只出少量的兵在擋而已 那這邊村民術來到142村 人口術來到176 對手匈奴來到176 兩邊都是村 人口術差不多 但村民術的話 送送就是個領先的 好 大量馬公直接 手撕這個TC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大量的兵解掉這些彎 石頭村民 好 有些村民躲進去了 正面再解掉巨頭 那這邊巨頭 那這邊巨頭開始有優勢了 開始直接瘋狂輸出 那這邊馬公 應該是沒意外的話 順利的應該是可以點掉這些TC 這邊想要來修 那你修得回來嗎 後面有一些馬公可以從面繞背 直接射擊 這個射程已經夠遠了 好 那送送到幾隻騎士去 後方 想要來燒了 但是正面的話 家裡有點BBQ的狀況 哇 這個騎士怎樣 跳Disco 原地Disco 探空漫步 哇 太空滑行 瞬間抽金之術 好 那這邊防護箭塔 直接進村民收村 來收這個馬公 那家裡的騎士 並沒有在空 所以直接把 送到對方家裡的騎士 全部送光了 好 那右邊這邊 依舊不敵對方馬公的公式 收掉了所有的村民 有些村民往後跑了 好 這邊避難 但這邊大量的馬公 不是 馬 大量的奴炮想要來救 但是沒有TC的防護下 有點危險 想要先急測一下 好 那巨頭一樣在投擲 右邊這個TC也抓包 哇 送送 慘了這麼多村 基本上都要送光啦 送送已經送了快 將近60村了 哇 這邊村民也被抓包 但匈奴現在開始有點 解解敗 解解敗的感覺了 然後那這邊 條盾點下了遊俠 遊俠打馬公 欸 這有想法了 這個馬公跑速很快 射速也很快 而且還有安息人戰術 這樣子的話 送送的遊俠可能會被封住 好爽喔 卡拉包出點戰矛 出點戰矛打這個 馬公也是很好用的 正面的話就交給這個 騎士 硬扛 然後戰矛後面輸出 算是一個不錯的搭配 搭配工程器也是可以 但是 集中性不太好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出戰矛的 雖然沒有三級色 好 這邊點下了工程器 工程工程師 要來增加這個奴炮射程 跟傷害 好 這個奴炮就瞬間被解掉了 正面有些遊俠直接開砍正面 哇 遊俠的畫面非常好看 十四加二的一個能力 好 這邊點下二級射 看來是要轉戰矛了嗎 還是要來增加劍塔的一個傷害而已呢 好 那這邊有繞了一隻騎士 不是騎士 村民 在上面想要來拖挖 資源的一個想法 好 但是這邊 條盾 騎士 有三反了 扛劍時的傷害 還是不是很優 還是很痛 好 但是也是夠了 因為家裡並沒有拿工阻力 來收拾這些條盾 的一個遊俠 所以條盾的遊俠 還是可以在對手家裡 有幾乎四彈的在這邊騷擾 這就是中間沒有插個城堡的一個問題 這邊插個城堡會更好一點 正面有個門面有個防守比較好 好 那這邊拉了一個巨頭箱 來繼續拆TC 這一分隊這一桌真是蠻大量的 那這邊分隊會面臨到第一個問題 這邊有大量的劍塔防守 然後這邊巨型頭時機 來拆這個 劍塔的效果就沒這麼好 要拆蠻久了 那就可以讓送送 再去大量的時間 拖住敵軍的大軍的一個攻勢 好 那這邊遊俠決定要往下救 不繼續再突進了 好 但是對手 匈奴大量拉了一堆馬弓在左側 那下面這一波進攻有點被屈緩了 這邊劍塔的話 就沒辦法再繼續長驅直路了 但是耶 這邊他是不是以為 他的主力已經往回撤了 所以把自己的遊俠往右派了 我們要來救的意思嗎 對 他以為他的馬弓往右跑了 哎呀 這個是預判你的預判 結果預判錯了 他以為對手退了 居然是沒有的 好 但這邊下兩個防衛箭塔 要來防守這邊 欸 被抓到了 要趕快收村嗎 海盜蓋完再收村 這裡應該是來蓋起來了 應該會直接倒地 好 沒了 這裡85 好 遊俠過來救 好 重型弩炮研發好了 要來串燒弩炮了 但是這邊剛剛有說到 馬弓是可以風箏對手的遊俠 但遊俠的攻速很快 雖然沒有跑速 但數量一多的話 對馬弓傷害是蠻大的 好 第二波遊俠過來 直接正面硬硬要來救這個馬弓 欸 好大量 欸呀 我做的是 看得很緊張 這個遊俠稍微有點被往回拉了一下 好 遊俠直接順便硬扛 能扛得住嗎 看來是沒問題 因為遊俠的血量還是很多 而且也有三級防 品種也有 血量是非常多的 而且一隻有180滴血 只要水龍再多一點 還是能扛得住的 好 正面有大量肉馬過來騷擾 這兩隻生人翔來 招這個刺猴 這個刺猴的效果非常非常差 只能招到一隻 好 這個肉馬只要兩刀就可以 欸 不用兩刀 好 大概要三刀 才可以解掉這個生女 好 正面蓋下了工程製造者在前線 好 正面大量弩炮過來回救 看正面肉馬全速死光 有一些肉馬直接送到家裡 農田做BBQ的燒了 走 邊的馬功已經全速被消滅殆盡 遊俠的做事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這邊一個城堡已經被巨頭盯上了 好 遊肉馬開始來竄出這邊的村民 好 右邊正面 盧靠也在繼續慢慢推進 遊俠也在推進 哇 這邊送送的經濟有點慘 經濟都開始墊底了 墊底了 那這邊匈奴 木頭還有41個村民在伐木 兩千多木 那這邊匈奴會轉出長槍斃嗎 好 不然這個遊俠不太好解喔 而且這個床槍斃打這個 弩炮的話 大量的話也是蠻好用的 只要用閃兵陣的話 好 那目前送送家裡的內患都全部解除了 可以來專心打這個正面 但是這邊三弓就沒點下 挺怪的 好 那對手 兇武 目前已經開始轉出了級兵喔 那確實還是要改轉一下 但是防禦還沒有點滿 這個不點下大量的級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受 因為這個正面 大部分都是遊俠為主力的 這邊出漏馬的話 基本是白給喔 因為這邊漏馬打這個奇兵 傷害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為調整的遊俠 進防是7喔 哇 很硬 那你看他的傷害是7加4 所以打遊俠只有4滴阿 非常非常不弱 好 那這邊點下的衝撤升級 但是沒有足夠的肉 來點這個長槍斃 這個肉量現在有點缺少 肉量只有52而已 好 好 大量馬攻過來 將來直接突入對手送送的金礦區 好 大量的遊俠過來 直接要硬頂了吧 好 那這邊大量衝撤 直接被送送減光之後 兩個的箭塔居然還活了下來 把這個防禦箭塔架直連城 哇 這邊想來挖對方的野金 結果這邊直接被城堡抓了個正著 好 正面的話 軍銀頭子機已經架好了 但是不知道要打什麼東西 好 先架起來 架個心甘的高地巨頭 這城堡是要直接潛壓呢 喔 不是城堡 這裡是要防禦箭塔潛壓 好 這邊要升為大型箭塔 好 這邊直接開射 正面有戳戳擋 效果還不錯 直接擊退了送送第一步 有啥進攻 好 馬攻在後面繼續輸出 效果還是不錯的 適合這個橋盾的騎士 欸 但是正面的戳兵沒有再升了 轉奴兵 欸 哎呀 奴兵剛剛有點斷掉啦 這邊正面有點被擊退喔 完蛋 這個 擊兵再不趕快按出來的話 有點 會有點問題喔 但是這個奴砲打這個 擊兵的效果非常好 大量的馬攻 第一球再拉 18隻的擊兵過來 再繼續衝了吧 好 落馬過來 直接硬砍 但是落馬的效果並沒有太好 落馬應該只是要來打這工程器的 好 工程器打下兩台 第三台打下嗎 可以 但是工程器雖然打掉了三台 但是也是送光了全部落馬 這邊的話也沒有更多的擊兵來防守 巨頭已經在他家門前 兵臨城下了 這個TC應該是要倒了 防線只能推到後面這個城堡 你只要 壓到最底線了嗎 好 那這邊點下了化學 來升級戰毛兵的一個攻擊力 好 戰毛的惡席色也點好了 三級防沒有點 但是三級防不是重點 要不要點無所謂 好 那來看一下 這個馬攻 到底能不能全部解掉 對手的一個遊俠呢 雖然馬攻量還是很大 但是已經壓到家裡了 防線一直在退 而且這個劍塔越插越深 太狠了 防禦劍塔 這個升級大型劍塔了 哇 八加二 兩倍的裝載量 好 繼續在投 這個城堡掉了 可能要打出GG了 這馬攻可能會守不住 城堡趕快來修 但是三排巨頭 能搞定一切 巨型頭死盡 只要三排 通常城堡都修不回來的 正面的遊俠繼續補了過來 但是馬攻殺遊俠速度也是蠻快的 但是城堡掉了 哇 GG 沒救 這個城堡掉的真的是沒救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發展 兩邊經濟發展 伐木都是比較早點的 那一級農田也是差不多時間點下 通常都是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點這個一級田 兩邊的升級流程都算是蠻正常的一個狀況 那手推車也是 點下地用時代之後 再補下這個手推車 好 那農田技術師也是 點下地用時代補下了一級金一級挖石 然後再來這個重型根里 兩邊經濟看起來是差不多 所以這場看起來才會打的由來由往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資源的挖掘分布數吧 好 那木頭的話是銀3000 那匈奴銀3D是正常的 他自然要出入木頭馬工程器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的木頭挖板率會高一點 那食物的話是條頓稍微移一點點而已 那我覺得蠻意外的 那也是可能因為條頓出了一堆奴炮的關係 食物並沒有擺在重點上 那黃金的部分是有多挖四千的 那看起來兩邊真的是經濟差不多 有點四金綠的感覺 好 那看起來今天這個影片也差不多該到這了 那經濟兩邊都是 實際真的不分上下了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再幫我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